葵德兄 刚才您提到了王沪林 我看到观众朋友的留言 观众朋友就像您有一个问题 就说您曾经在大学也是著名的教授 王沪林也是著名的教授 为什么你们两人走的路是截然的相反 你跟王沪林又有哪些交集呢 我和王沪林主要是在 我们都是在所谓的文革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他是在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系的第一届 文革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我是在哲学系的第一届研究生 我们是在同一个宿舍住了三年多 所以这样说起来私人还算是朋友 王沪林在当时的情况 还是他唱邓丽君热 还听了君热歌还写了现代诗等等 还是一个很正常的 在当时来说是也是非常的勤奋 学习的一个青年人 他比我小时好几岁了七八岁 但是呢就是说 后来呢就是这整个过程呢 我就不想说 这个每个人的命运路 他包括他在那个不但的那个国政系 他那个陈启仁教授 他的导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所谓马列主义的那个研究家 一个理论家 对我们这边是比较 我们前陈吴先生挂名的教授 他是原来的哈佛的影哲学博士 就是二三十年代 很老的 在文革时候也经过苦难的等等 这些情况完全不同 当然和背景也有关系 王沪林他过去是功能兵学院的 他是学法语出生的 在文革后期就进了法语的这个训练班 他也没有去上了下降 然后学了法语 然后所以说到 正好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高考恢复以后 他直接考研究生上来了 所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 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当时他我还会他的一本书 他的第一本书的书 我还给他写了一个书型 他也给我的一本博士论文 出的书 写了书评等等 但是呢 就是说 基本上他在 我觉得他当时是在上海 是所谓的 所谓半个新权威主义 怎么说南北都有所谓的 当时中国的思想界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 所谓新权威主义的兴起 所谓自由主义 我们算是所谓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然后他新权威主义 这样一个不同的思想走向 还有呢 他就是说在八九年发生的事件 北京开始学生运动起来 很多人误会说是 王滬宁好像是 是支持学生运动 那不是的 是严家 严家纪念我前不久 被给他纠正了 他实际上是在 复旦 还领衔 出了一个声明 就是一批 就是说 不支持学生运动的 这批教师 有一个声明 他是来招职 或者他反正是在上面签名的 他是很重要的一位 而我当时是正在上海 正在收集的是各个大学的教授 特别是党员教授 我连团院都没当过党员 更不是了 但是我当时是比较积极的 活跃的在收集这些党员教授 对北京学生的支持等等 这个大家就在那个时候 已经是有点分道援标了 当那个时候 我们也没有住在一起 只是在研究生在开始的三年前三年 他是我们住在一起的 大体上是 我想这个中间的过程 每个人的选择 人生的选择 和他的过去的背景 当然有一定的关系 也和他自己后来的处境 他后来在比较红了 因为曾庆红 江泽民找他去做某种 好像在市里 后来在中央做某种参谋幕僚的角色 所以他到了这个位置 特别是他在美国访问了 一趟回去以后 写了一本 美国反对美国 这样一本书 我后来看到 我就是他这本书 和他原来写的那本书 就是调子就截然不同了 所以说这个人的变 思想还是有很多变化 和他的个人的背景的经历 甚至他的思想经历 和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 所处的位置都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我就不想 想多说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我说他这本书是一本书是一本书的